好那今天呢我们从那个修正理论时期的地方继续上 我们上次说到什么上次把我们的这个修正理论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吗 研习着我们传统理论时期的批评 觉得他太静态啊他忽视人性啊 然后也对人性有错误的假设过分中是效率等等的 所以我们讲到修正理论时期的新奇其实是为了修正这个状态 他的对人性的假设啊是非常不一样 那同时也因为我们的祸伤实验对不对 我们去发现到说其实人群之间的互动是真的会对我们的工作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些女工啊他们可能因为受到重视或是有机会可以发泄的因素啊 其实在这之后他们的工作效率都变好了吗 甚至是说我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发现说 其实不只有正式组织我们其实一个组织里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小团体 大家想像我们以前在上课上学或是你现在在工作场合的时候 其实你的同事之间都会形成一个一个小圈圈嘛 那你跟你的小圈圈处得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是影响你想不想去上班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我们12点才吃饭没关系我们11点55分就可以收一收这种小团体之间互相的规定 这其实都是真正的影响我们工作表现的一些原因 那在接下来继续进入之前我想要回应一下上次下课中有同学问我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对大家下这个时期应该会是很重要的 有同学问我说啊 诶请问老师我们建议什么时候开始写考古题开始写解题书呢 哇我相信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在做导读的时候我们就讲嘛 其实行政学这个科目我们是有大部分的题目都是从所谓的考古题出的 不是说你的字一模一样而是指说他考的那个概念其实就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会鼓励说你的选择题其实可以尽量拿到满分 你是有能力做到只要考古题把握的好 那我们这边的建议我这边的建议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在前面也有稍微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会建议说等到这个第一册 这个基本的理论都上完之后 我们在第二册的时候再做这些考题的趋势跟考题的考点分析呢 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上了这第一册的理论都是所谓的根基 那我这边的建议会是这样 你在开始准备之前你要对考题的考古题的认识是什么 你要认识我们的题型怎么考 所以就像我们讲了嘛 50%选择50%升论 然后大部分是很高比例的考古题 然后他可能最近的方向越来越往这个实物方向走 这个是你要知道的架构 你要先对这些东西有概念 可是实际上题目具体都出什么呢 然后你在写题目作答的时候 那些升论题可能要怎么写 我会建议你先不要挑食 先把理论这边先打好 那如果你是要直接太快进入到考古题或考点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你也没有要故意 你也想要尽量把所有东西都吃下去 但会潜意识的不自觉 或可能会有一些挑食的状况 所以我会建议你先把第一册上完 第一册上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考古题的认识 因为这个时候你把流遍也都上完了 你可能对整个行政学通篇有一些比较好的概念跟理解的时候 再去写考古题 我相信不管是选择的判断 或者是深论的写作如何更充实 都是对你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回复这个答案就是 会建议第一册上完的时候可以开始写考古题 跟看解题书这样子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今天的正式的修正理论时期的讨论咯 那我们就是从里面第三个这个动态平衡学派这边开始 巴纳德的动态平衡学派在第45页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巴纳德 既然我们已经透过获商实验知道说其实这个心理层面的影响真的是对人员在工作上面的效率是真的 很有差 那我们就来看看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又有哪些人针对心理跟行为方面的研究做一些理论的提出吧 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巴纳德 他出版的这本书你要知道他出版的这本书叫做主管人员的职能 主管人员的职能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选择提问你说 请问巴纳德重视的研究是比较偏基层还是上层呢 你就要知道说他比较偏上层的研究 那我们在传统理论时期的时候也有讲到一个人也是比较偏重上层的研究是谁呢 是费姚嘛 传统理论时期啊有两个人的名字很容易搞混 但是费姚一个是泰勒 或许大家没有搞混但我自己觉得蛮容易搞混的 他记得泰勒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想象他在工厂里面那环境很乐 所以泰勒那是比较偏基层的 但是费姚呢他就是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公子哥 那也是比较重视上层的研究 那同样这两位巴纳德跟费姚他们都是在做上层的研究啊 但他们之间要怎样的差别呢 因为传统理论时期还比较还是看整个组织架构 会分析整个组织要可能有哪些任务 那费姚而巴纳德的话他比较重视的是里面人的因素 所以他可能会很在乎主管这个人的职能是怎样 还有他对组织里面看到一些互动体系的发现 所以他大概有发现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他发现的是这个 他认为组织它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体系 它是一个互动的体系是什么意思 他说其实这个组织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系统啊 那这些互动是有怎样的发现 而是有怎样的观点呢 一就是有共同的目标 就可能我们都是在麦当的工作好了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做内场的 我们共同目标就是要榨出非常酥酥脆最好吃的薯条 那二呢就是我们有这个贡献心力的意愿 就是我们团队都一起想要榨出好吃的薯条 可是呢不是说有几个人就在那边坐着看大家榨薯条 其实大家都有意愿想要去贡献说 怎样才可以榨出这个酥最好吃的薯条呢 那第三是要有互相沟通的能力 我们想的一样我们也都愿意做事 但我们鼻子就要沟通 诶那个注意一下你那个薯条在那个30秒之后要起锅 诶我等一下好像来不及去哪 你可以帮我去把它捞起油过一下吗 就我们也要真的有这些互动 来去确保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薯条榨的酥酥脆脆这样子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非正式组织的这个存在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说前面我们讲谁也有提到非正式组织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货商实验的时候也有提到非正式组织吗 因为我们在那些实验里面发现的非正式组织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发现我们没有针对说它有什么样子的功用啊 或是一些比较结构性的特点做一些研究 所以要记得如果非正式组织这个东西在梅瑶那个时候它是发现的 然后在巴纳德的时候它才把它正式的做一个比较认真的 比较有系统化的这个研究 好那巴纳德呢它非常重视这个非正式组织 它认为说其实我们正式组织它是一个像韦伯那样子的金字塔 有架构的这个固定结构的这个比较静态的这个东西吗 非正式组织呢可能今天大家聊个天感情变好了 明天大家吵个架可能感情又不好 它是一个没有意思它是一个比较不定型的存在 那正式跟非正式组织它们是很密切的嘛 因为你要先有正式组织才会有非正式组织 你不会先有非正式组织也是会有非正式组织存在 而它们决定去结构出一个正式组织 但基本上那个出现出现是你先有正式组织 然后在这个正式组织里面形成一个非正式组织 好那非正式组织这个东西 我们在接下来的组织理论会有一个很详尽的讨论 但是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巴纳德 他对于非正式组织有哪一些提出的就是特点吧 他讲说非正式组织有三个功能 一是说正式组织不便沟通的意见 或是传递的消息 我们可以透过非正式组织来沟通 举例来讲今天我是一样我们今天就用薯条来做各项东西的举例吧 今天呢我是麦当劳内场的主管 我看到就是那个王伙伴 王伙伴他那个薯条好像就快不行了 好像有点怪怪的 可是呢王伙伴他才上礼拜一才加入 我担心说我作为主管我直接去跟他 我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 我担心我今天又再去提醒他一次 他这几天状况好像看起来已经有点紧张紧张 我怕我去给他再去讲一下你这个做得不太好 我应该要怎样做 虽然我是好意味没有要批评他 可是我担心他压力太大 这个时候就说小美啊 你帮忙提醒一下这个王伙伴 看他就是帮他教一下 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其实不要透过这个正式组织 而是他们你已经发现他们可能有一些小团体的 出现跟发现出现存在了 他透过这样子的形式去沟通讯息 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我刚才讲这可能还是一个很浅的 很浅的例子嘛 但是你可以想像在我们的官僚体系里面 尤其那个权威的那个体系啊 可能更加的明显 所以有些软性的东西透过这样子 很明显他们就是一个已经是 一起在这边工作五年的好朋友 你去请他帮忙沟通 这真的是比较容易的 那甚至说有一些谣言啊 就是有一些背后的小道消息啊 哇我跟你讲 非正式组织的传递速度 一定是比这个正式组织还要快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去培养我们这个 而去创造我们这个组织的团结度 然后就进了去培育我们这个员工的服务热忱嘛 整个就是在组织里面的安定性 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你今天其实呃跟你的工作环境里面的同事啊 都是其实非常好不错的朋友 你不会像可能你之前遇过的学校啊 或是你可能之前有其他工作 可能遇到很多就是没有那么好相处的一些同事 你其实在这边你每天工作都是很开心的 因为你的同事都是非常让你感受到接纳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更愿意待在这一个工作环境嘛 反之我们用反之可能更好来想 啊如果你今天同事都很难相处 你可能很快就想离开这个工作 就算他给你很不错的薪水 但你每天可能都觉得啊心理委屈巴巴这样子 那第三呢就是借由非正式的互动来避免正式控制 来确保个人的自尊跟人格完整嘛 这个我刚才举的那个呃王伙伴炸薯条的例子 其实就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嘛 我们可能已经提醒过很多次避免给他这个压力 那我们就透过非正式组织啊去确保他不会有太多压力 他比较有一些自尊啊 比较不会说主管都一直在怀疑我薯条炸的不好吃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哦 他说是贡献跟满足的平衡 这是什么说呢 我们其实前面也有另外一个联络的时候要讲到 就是说我们其实会在乎这个贡献跟满足之间的平衡嘛 今天组织要我干嘛 可能就是要我去实现某个工作目的 麦当劳就知道我炸非常酥脆好吃的薯条 然后客人的事实上就是 I love it 我擦坏这个薯条 那当然给我快乐 那我在这边其实我做的员工 我当然也希望看到就是我的客人们的效益 但我同时也要什么 我对啊我也要拿到钱 就是我可以预期我在这边的成就感 看到那个客人的快乐 然后同事的友善 跟我要拿到这笔钱 所以组织要我做的事情 然后我在这边预期得到的事情 只要我在这个贡献跟得到之间的东西 满到得到一个满足的平衡的时候 我就会是一个愿意为组织贡献的人 第四点是权威接受论 这一点它可以算是里面比较爱考的东西 所以你要确保说你在巴纳德这几个理论之中 你可能这个会是最特别要知道的 当然其他东西也要认识 因为我们说经典理论实习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传统权威接受论这个东西是巴纳德 他几个理论之中比较爱考的 他是说什么东西呢 他说今天权威者不是在发令者 而是在受命者 就是我接受权威的这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五一一区 只要说这个 受到这个权威 受到这个命令 只要落在这个五一一区 我就OK啊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去执行 那有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你要记得 你要写得出来 第一个是说 我接受命令这个人 我要知道命令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我的受到命令是什么 二我去思考这个意义的本质 这个命令是符合组织目标的 然后三他也没有违背我的利益 就做这件事情 他不会伤害到我的个人利益 那第四件事情是 我也是有能力去把它实现的 只要我付出行李 我去贡献 我是有能力去实现的 所以今天麦当劳的宗旨 就是要让顾客们都感受到 unloving的那种快乐的氛围 所以我这个内场的服务 我的目标 这个团队的目标就是 我要去 我被授予的命令 我这个个人被授予的命令 就是我要炸出酥酥脆脆好吃的薯条 那我就想说酥酥脆好吃的薯条 没错 因为客人吃了又会笑 所以它是符合麦当劳 就是给客人快的这个目标 我ok 那去炸薯条的事情 我是内场的 我不是外场的服务人员 所以它也没有符合我的利益 我今天不会突然就是 如果说今天我收到的命令 就是说你去帮忙送餐 我就觉得说不行 我内场工作做不了 这违反我的利益 但今天是要我炸好薯条 这符合我的利益 我ok 是啊我也有能力做出好吃的薯条 所以我也ok 有符合这四点的时候 我就愿意去做这个权威这样 那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讲权威的时候 前阵子还有讲到其他的权威的接受的看法吗 都是讲说 啊那个权威并不是老板说什么 我就必须完全的 完全100%的服从 其实权威这东西有一些弹性的 还有哪个呢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 传统理论时期有一位学者 我们说她是少数的女性学者 而且呢她是传统理论时期 到修正理论时期的一个过渡期的学者 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 没错就是我们的 傅利特 傅利德学者嘛 所以我们在说 经典理论时期讲到权威 你可能要知道三件事情 再读一个好了 所以我们 哎呦 好了 这个是傅利特 这边只是帮助大家做一个复习啦 就有讲到权威的这三个东西 其实都是选择题啊 或是就是生论题 都可能会需要你有知道 有这几个权威理论的 那你就要稍微可以分辨出来 或列决出来说就是有这些东西 帮大家稍微做个整理 所以我们傅利特他提的是什么东西 他第一个说什么 他有提了两个 他第一个说什么 他第一个就是说 呃其实我们有所谓的最后权威嘛 好最后权威说什么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是在哪页 让大家也可以复习一下 这个地方 好大家可以看回到三十页这个地方 最后权威他是讲说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接受的权威 是下面的小小的每个权威 把它集合起来 最后才变成这个大大的权威 他的结构是这样子 我们每个人 可能我们每个客人啊等等的 这样子把它集合起来 我们的权威 他最后就形成一个最后的权威 这才是最后权威点 所以我们的权威并不是从上面这样子接下来 而是每一个小小不同的权威 这样子把它集合起来 他才会形成一个最后的权威 那他的权威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情势法则嘛 所以我们之前举的例子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呢 这个权威呢必须要是符合现在的情势的状况 我才愿意接受 我们这样举的例子就是说 好现在是夏天下是个台风季 那平常我可能叫你去诊修那个水库 你可能不愿意觉得说还有必要吗 但今天你知道 后天就是台风或是下礼拜就是台风 哇这个不处理水库的诊治 或是去清理一下去检查一下可能会出事 在这种情势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愿意去做 这就是情势法则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回到巴纳德 巴纳德的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无意义区嘛 所以这个他的权威接受就是无意义区 好基本上插头结论时期就是这三个权威的看法 那还要另外补充一个 还要另外补充一个 我们在讲有一个东西 他是一个超级爱考的学者 他是韦伯 那韦伯有什么东西呢 韦伯他是不是提出的就是所谓的不种三统的正当性 那这正当性因为其实他就是可以继续延伸到权威性嘛 所以他有时候其实那三个正当性会被用权威的方式来考出来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在韦伯分类的三种正当性上的权威里面分别有传统权威 代表像是可能一些君主的侍习 为什么你有能力去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 作为这个王国的领导者 因为你是侍习的你就是谁的小孩 所以你有这个权威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魅力型 魅力型的话呢 他就是讲说呢 其实你这个人为什么他可以去做这个领导 那是因为你今天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就是大家看着你就会觉得说 对我想要就是跟着你的这个 我想要跟着你的这个步伐走 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带我们到一个很不错的方向这样子 好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最重 我们官僚理论 官僚习摩组织的那一个基础 他叫做就是正当理性嘛 或是说所谓的合法理性 就今天呢 你今天可以作为的管理者 可能是因为你是我的上司 你是我在这个公务机关里面的上司 你是我在麦当劳的上司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受到这个法规的规定 然后说你是我的上司 组织的章程 所以你是我的上司 那这个时候我去听从于你的 这个是为什么 我会接受你的权威这样子 所以它是分成三种类型 好 那我们基本上在说 目前会碰到的权威 基本上就是这几种 请大家要知道一下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看到这个 45页主管的职能 这边有几点 就是呢 我们说巴纳德他注重的是上层嘛 然后他出的这本书 就叫主管的职能 他是真的有在care 说主管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他认为主管可能要做到这四件事情 一你要负责去界定组织的目标啊 那目标之后呢 你要知道说怎样去建立沟通嘛 要怎样去做这个沟通 那这个沟通之外呢 你要怎样去激发组织的认同感 跟第四点就是说你主管要如何以身作则 然后成为这整个认同感的目标 这整个道德这个表算 所以你会看他这个主管认同的职责 跟他那个互动理性的 互动体系的论 这三点其实是有一个相关延伸的这个效果 共同的目标可能可以对应到第一点 界定组织目标嘛 二 沟通系统可能那个相互沟通的能力 然后认同感的话就是 共同贡献心力的意愿嘛 只是这个创造性的道德 他其实就是在讲说 这三件事要有那主管是要以身作则的这个人 所以他是这四点其实是上面那个 互动体系论的一个理论的这个延伸 好那接下来第六点呢 他讲说沟通的问题 就其实呢 巴拉德他是真的非常强调沟通的问题 其他的这个同企的这个学者 他可能没有像巴拉德就是那么特别强调沟通的问题 那沟通的这个东西呢 他会认为说主管是组织内部沟通里面的 系统这个核心 所以主管人员你还要负责担任 请那个建立有效沟通管道的这个人 那这就是他强调主管必须要在乎的职责之一 那第七点呢 就是说这个责任道德观 他说其实组织法规他不会定定你的 他会定定你的责任嘛 但是他可能是有一些局限的 那真正的这个责任呢 还必须要综合考量一些比较 就是我们在心理或行为方面 研究产生出来的结果所发现的 包含就是我们的道德啊 或是职务的专业啊 或是你对技术的一些理解这方面 多元的层次这样子 层面这样子构成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巴拉德 我们说他非常在乎上层 尤其是主管方面的职能 那他会去 他去正式的认真的去研究了这个非正式组织 那他对于权威的观点跟富利德 还有韦伯对于权威的观点是蛮重要的 请你要记得这几个权威的不同的看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